而且是拜祖先 你知道拜神明晚一點早一點 大家都可以講 除了聽說新約沒辦法 那種比較特殊以外 早拜晚拜都還可以 可是拜祖先 那剛好到中午十二點 那個是中午十二點 一定要拜祖先的 大家一定要在十二點以前赶回去 所以那一個放假的日期 跟平常不一樣 平常有時候是隔一天才放假 隔兩天才放假 只是有個架橋 讓我們可以這樣回去而已 所以這一次是不一樣 可是他沒有跟立委商量 我要講說要記住一件事 跑來跑去 最有經驗的就是南部的立委 南部的立委你看在新竹的 包括在南投的立委 你不要看南投的立委 南投立委不會坐高鐵 為什麼他是開車的 因為他坐高鐵 他坐到台北車站 坐了然後到台中 烏日再坐車回到南投 他那個時間 他不如開車直接都差不多 所以他們都是開車回家的 所以高速公路什麼 他們都是很有經驗的 像以前雲林 也幾乎都開車回去 但不坐高鐵 現在雲林有高鐵站 有一些會坐高鐵 早些雲林 那些都不坐高鐵了 他們就直接開車就回去了 因為雲林到烏日要一個小時 要一個小時嘛 如果開車回去到雲林 也不夠兩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開快一點的話 所以他們對這裡面 他們相當有感觸 所以在這裡來講 我發現說我們這些官員 他是老官員 可是老官員有他的好處 經驗豐富 缺點就是刻板印象在他腦子裡 而且他長期是決定了以後 他認為 尤其那些老官員 包括像馬英九這一類 他們是看不起名義代表 馬英九在當市長 他哪裡 你們這些議員都沒水準 他當總統 你們這些立委沒水準 有水準的 撲手機 做到立委也變沒水準了 因為一起沒水準 他們是這種想法 可是他不知道說 這些立委其實都是 跟民眾豁在一起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民眾的同意心 他會一輩子跟你在一起 我有一次接到一個那個 傅文 就我一看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早上出病 說這是真的假的 我還叫助理去問清楚 我一問真的初二 我那時候真的是掙扎說 大年初二 早上出山要不要去 後來想一想也沒什麼事 那一天剛好 大家也不必跑通 沒什麼事 好吧我就去 還早上八點 我就去 當然都沒有人 連到他那個 告別式的市場 也都沒有人 連他的親戚朋友 都沒有人來 因為他只是告訴他 親戚什麼都不要 他目的只是要一個晚年 他沒有想到我去了 你知道嗎 去了以後 他真的全家嚇一大跳 對 那個小朋友是跪下來的 他覺得說你怎麼會來呢 這個議員怎麼來呢 後來我選立委選什麼 你可以看到他們全家 那種總動員 他是拚命 他覺得那種人情啊 所以有時候 你就想 那個童語心一個 稍微站在他的立場 去想的時候 可以告訴大家說 這個官員 會得到很多的尊敬 那今天當然賀成 那是一個很成熟的 他還是很老練的官員 但這一次啊 他在計算 這一個假日的時候 我覺得他一開始計算錯誤 就是他沒有想到 放假的隔天 就是端午節 這一點是最大的錯誤 可是我們覺得官員 老官員有經驗這件事情是很好的 如果說老官員都很好 那幹嘛會被換掉呢 其實小英政府起來 民眾希望的就是改革啊 他的這些談話 晃哥你不覺得嗎 就是爺們又回來了 我不過就是 我這不是來了嗎 如果都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蔡英文 你如何在你的行政團隊裡面 去說服人民說 你會為我們做 我們希望你做的事呢 金玉講得很好 其實我這幾天 連假聽到賀成蛋的 跟林權關於塞車的 這方面的談話 我也有一種錯覺覺得奇怪 五二零是不是馬英九又連任了 你不覺得他們這個談話跟以前馬政府的官員很像嗎 交通 他很特殊 在政府的很多的專業的政策裡面 交通政策是一個最很特殊的政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他的專業存在 他可以有很多的數據來告訴你 我的交通是不是有改善 可是交通更重要的是 每一個用路人的感受的問題 你如果從交通部公布的幾個數據 包括大眾運輸的人數增加了 然後夜間要收費 反而車流量增加 如果你從這個數據來看 大致上這一次的塞車跟取消夜間收費 基本上沒有太直接的關聯 可是很重要就是用路人的感受 其實第一天放假塞車路段 其實你如果仔細去看高工局的那個即時路網 就是一九六八那個即時路網的圖 你就去看 塞車大概就是平常假日必塞車的路段 以中山高來講 大概就是泰山到湖口 然後二高大概就是土城到關西 平常假日那邊一定塞 只是那天塞得更嚴重 因為車變多了 那可是塞在車陣裡面的人 他的想法不一樣 就即使你的科學數據 告訴你說這個跟我取消夜間免費 好像沒有關聯 可是塞在路上的人 他不會這麼想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就是因為你取消夜間免費 所以所有車都擠到白天來了 那你這時候再去告訴他數據 他聽不進去的 這個是用路人最直接的感受 而賀成蛋剛剛的發言 包括林權的發言 其實剛剛大家都講過 林權還好是 他沒有用膠管 他沒有前導車 因為他的確是沒有前導車 然後他出發到泰山 他感覺上是沒塞車 沒有錯 因為每個人出發時間會不一樣 這是問題 對 每個人的感受會不一樣 可是你被他看到就是全世界 這是問題 就是說用路人 我們一般人 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感受 去把它放大成整體的情況 這是我們 我們是一般人 但是對不起 政務官不可以 政務官你看的要全局 你不能說我沒塞到車 你就認為全國都不塞車 這個是政務官跟一般用路人最大的差別 那這些官員可能真的 也許太久沒做官了 那他忘記了 在擔任政務官之後 你要你的講話必須要更謹慎 還有你的講話不能太過於用自己的主觀的認知 去講話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新內閣團隊到目前為止 大概會讓人家覺得說有點意外的地方 你如果整個執政團隊 所以你把分成三大塊來看 府 行政院跟國會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總統府跟國會的表現 我都很滿意 特別國會的表現 民進黨這個國會過半之後 他兌現了他很多以前的承諾 包括要修改公投法 要修改選霸法 集合法要廢掉等等 其實站在執政者的角度 如果有政治算計 我剛剛講這三個法 根本連動都不要動 越難越好 因為越容易你就很簡單 對 越困難對執政黨越好 但是民進黨他在野的時候是這個訴求 我相信很多人今年投票 是因為這個訴求投給民進黨 那他執政之後做到了 有餘兌現 對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肯定 可是行政體系這一塊 我覺得他們中間不是只有溝通的問題 而是在於說 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 當然溝通很重要 他包括跟內部跟國會 沒有太多的溝通 跟一般的人民 沒有太多溝通 我覺得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在下決策的時候 感覺現在這個內閣團隊 大家有點想要力求表現 就是每個人都想說 我們已經準備那麼久了 我一定要有一個新的政策 我要把好菜趕快端出來 結果有些菜 四八改革 很重要的事情 端得太快了 有些菜端得太快了 我覺得反而不好 有些菜真的很小碟 我們要看大碟 是沒有錯 對 他現在就說拼命先上小菜 希望用小菜把你給填飽 但是主菜一直遲遲不上 那客人就不耐煩 怎麼來這邊吃小菜 我紅包包這麼多 結果你都給我吃小菜 所以我覺得整個內閣團隊 希望這四天的連假 讓他們好好冷靜一下 然後連假之後重新出發 歐副校長 先發投手可以撐幾句 我跟你講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我現在無疑於只是要批評哪一黨 或者是哪一個人 但我說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會 會因為我們的大腦 怎麼想而使得我們怎麼做 對不對 那這個西方原本很有名的書 叫科學革命的結構 裡面在說 我們很多研究科學是基於典範 那我們做事情也基於我們思考的典範 那典範最怕什麼呢 一旦典範失效 你就做什麼事都會錯 那剛才這個國有律師 國有委員所說的 就是當你賴清德也好 或陳俊耀 為什麼在臺南做那個同理心隊 這個這個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點是 因為你所使用的典範在臺南跟高雄 面對那樣的群眾 那樣的社群是有效的 但是你同樣的典範 一旦到臺北來的時候 一旦到雙北來的時候 他是四面八方圍繞你的 你的典範很快就會失效 剛才我講的那本書是全美 幾乎很多研究所都規定要念的一本書 裡面都很重要的話 這個科學科學家說 為什麼偉大如亞歷斯多德 在講別的時候像天才 講到物理學的時候像白癡啊 他後來仔細一讀 他終於瞭解 因為他被那個思想影響 就按照那樣講話 這種情況言動到什麼程度呢 阿因斯坦那麼偉大 他按照他的這個相對論典範 去看那個量子力學的時候 他覺得量子力學是在說鬼話 天啊 一個這麼新的 這個偉大的這個量子力學發明 在物理學界喔 到了阿因斯坦手上他說他是鬼話 可是今天是怎麼樣 大學物理學是必修量子力學的 一樣 在政治圈裡面 只要你的思想典範 你的作風已經out of date 你就完了 我們回想一下那個地瓜粥 他當時是怎麼在那個節目說的 他拜託八八節 拜託 他一定是覺得他沒問題嘛 他才會這樣講嘛 一樣 今天不管是林全 林全失業已經很多次了 如果我們現在想啊 單講未安婦那個句子 剛剛寇姐沒講錯啊 他這個語言的訓練有問題啊 如果未安婦那個句子 你回答他就放在最後 沒問題啊 他說的其實並沒有錯 只是他這個說其實可以不需要 你不可以放在前面嘛 你放在前面好像是說 這個活該啊他這要去 可是你如果放在最後就變成是補述 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這不是同一個邏輯的問題嗎 你說到泰山段沒問題 你如果放在最後 也不會有問題 證明一件事 我沒說錯了 他的思考典範出問題了 一旦你腦筋太舊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來了 可是面對現在的環境 這好像楚門的世界啊 如果只有一台攝影機對準你 你不容易出錯 但是如果是一百台攝影機對準你 就很容易出錯囉 一樣到目前為止我們以照公信 看出外遇的被週刊逮到的 百分之多少是雙北的 什麼意思啊 如果去圍格的 他是去苗栗 他還會被抓到嗎 不容易的 苗栗沒有圍格啊 對 如果啦 那就我們要留某處 那就不容易啦 唯一說 你意思是說 當攝影機 多寡的情況 當然是嘛 立法院不是有兩百多個情婦嗎 一百多個立委嗎 當然你沒有 你沒有 所以別人有三個五個 對 好 一百多情婦只有一半是難的 那就是你沒問題 好 我的扣台被他用走 對對對 好 我認識大嫂嘛 當然對 好 那我現在的情況是說 因為你面對的典範情況不一樣 所以你南部感覺比較簡單 可是北部的複雜度就升高了 這時候你過去看起來 規定的很好的 或形象很好的 或是你不貪污的 當然是你一旦一個政策判斷錯誤 就問題就來了嘛 那天王思琪 很大聲抱怨柯P 原因是什麼 內湖賽車 他就把他罵到不行耶 一樣 不會這麼快抱怨的 比如說說兩句就算 內湖的交通最近真的好很多 有改善 從那個瑞葫蘆的那個 瑞葫蘆變調柱單向 但行道之後 我覺得要給柯P的這個團隊一點 因為綜疑不太聽那個交通局長的 他接受了別人的意見 然後拿去給交通局長說 你給我這樣想 可是柯P接受了內湖分局長的見證 對 從一天開始就交通局長 而且他找了另外幾個 他們的意見 拿去用 這個是這個內容我知道 那就對了嘛 那確實在哪要換嘛 就要有現場的人的這個觀察嘛 你知道剛剛講說高工 你知道那天禮拜 就是放假前一天 我真的到內湖來 那個上高速路的那個路 就是塞車 能上去就在這個港前路 這條邊上 所以換句話說 你在那個地方就塞的話 你知道路上一定塞爆了 來 薛民兄 我們過完這個四天年假 這個笑談一下這個林權的這些政策 當然我們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賀成蛋的這個事件 以這三個禮拜來評判的話 他算有一點點壓垮最後一根套槽 以賀成蛋的能力 我個人都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要碰這個所謂的 OK 你覺得這個晚上 對 他應該以他能力 應該可以碰更大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像像桃園 像桃園到到臺北之間的這些機場 機場監獄線 現在都還沒有弄 對不對 固然他現在負責任何暖軒 是前前前朝的 可是他這個可以碰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可以看得出來 他當然是就順著這個 小英總統所講的 我們沒有所謂的這個蜜月期 所有的這些辛平舅舅們 那麼都要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馬上推陳出一些 這些政策出來 所以其實我倒蠻希望說 應該算是上個禮拜的晚上 這個呢 這個所有的這個 這夜間的這個收費 能夠取消掉 能夠取消 但是實際上沒有這麼做 還是這樣塞到底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看這個林權的這些政策 我個人由小觀大 由近看遠 看他個人的這些 這個脾氣 以及他施政風格 我倒很擔心 是說他是不是能夠 像蔡依林 在大陸紅個十年一樣不醉 現在的蔡依林呢 我希望有十個月 他就蠻好的 OK 這些辛平舅舅們實際上老是給他吐槌 我們暫時不論這些經濟部的 或者是現在交通部的 這所謂財經的 那我們講的國防外交兩岸 這一點我跟叩叩姐的看法有點不太一樣 國防的 國防的這吐槌相當相當多 他要運四萬 四萬個這個炮彈到達這個太平島 難道要我們站到最後一兵一卒嗎 要去講的 然後他他給管閉林委員所講的 請你我要向你請教 怎麼談所謂的這些 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不不不像台獨 不不不不不像台獨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有懂不運彈藥那要運什麼 啊 對 他可以不必講出來 我舉個例子 假定說是他的上校副官講出來 可能就洩漏國家機密隊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不必講出來 一講出來以後 害得我們國家要向美國解釋老半天 那實際上 搞不好是美國叫我們運的 那不要講嘛 對對對 好像說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把亞旦講出來 害得我們很多情報工作 整個瓦解一點 對 這些東西可以不必講 我講到這裡的話 講到國防的話 我我必須再提出一件 其實沒有人沒有人提到 因為在阿扁時代的時候 你曉得就像陳敏遜一樣 在一千萬可以買到董事長 同樣的一千萬 在過去可以買到上將 六百萬是可以買到中將 三百萬是可以買到上將 在那個時候很多人 很多人是買到了上將以後 就馬上退休 我覺得這個小英政府可以查一查 你現在所要任用的人 或已經任用 不是馬政府都查過了嗎 馬英九上任的時候就查過了 可是擺在哪邊 全部牽結 馬政府查說沒有 是馬英九 這個就是法跟情的問題 你要看看這個有這個狀況 我剛剛講的國防是講我們蔡英文總統 在國防上的處理 至於馮氏寬他這個這個發言 這個發言他後來的態度 還算光明正大 他就承認他錯了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這個李大維也 AIT也關切了 然後也說明了 他縱使他有點失言 但是這個失言的過程 還可以彌補啊 那這個跟蔡英文的國防 這個三軍的這個視察 跟蔡英文到警察大學去 有什麼這個 相直接的關聯 這個評論的時候 我記得黃帝 你在以前的節目 曾經講過一句話 叫做做功課 不 我跟你講 你講到這個 站到這個最後一兵一卒的話 我們講的話 所謂這個用兵者 最高是伐謀 再來呢 是所謂的伐交 再來是發兵 我覺得這些出言呢 就是有一點問題了 OK 我們再講到 這些外交方面的 我們講一下李大維 這個部長好了 明明交就是交 倒就是倒 那你站在保護漁民的立場 你為什麼要講 等到國際法院的判決 實際上國際法院的判決 在2012年的時候 已經就講出來了 那個是交 可是當然日本不服啊 他把這個釣魚台 他把這釣魚台群島呢 他整個在上述到國際法庭 這個是打不完的 可是很多事情 白馬就是白馬 黑馬就是黑馬 你講出來的時候呢 你剛好說明了 我們對日本的外交政策 你過去呢 不只是禪日 現在變成一種妹子 我們看端午節 我們拉不回來 端午節連續假期 那麼蔡英文要請大家喝英式下午茶 英式下午茶 其實他說 哇好棒喔 還可以配粽子 對不對 很輕鬆 可以來聊天 但對不起 蔡英文的英式下午茶 大家平都繃得緊緊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馬拉松市的檢討會 我們來看到張景森 孔明星 葉俊榮 還有這個許玉哲 李世光 謝小新 李應援 通通都去了 其實這個滅火行動 不是從端午節開始 前一天 我們看到六月六號 總統府就已經約界林權 兩度約界林權 主要談的是合一場的事情 可見蔡英文 有多麼重視非核家園 這個議題 六月八號 民進黨中常會的時候 在裡面就說 行政立法溝通 有這麼困難嗎 六月十號 還在他自己的永和住家 邀請了各部會首長跟次長 討論大選時提出的 各主要政策 為什麼要再提出 他大選時的主要政策呢 就表示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聽 有沒有懂 我們再來看一下 事實上這個拼百日有感 剛剛我們聽到了 這個歐副校長說 如果說這個 市政百日之內無感的話 民調可能就起不來了 好 這個蔡英文呢 把部會首長分組 一批批找到永和家 來關心政策 李世光說 大家談談看 要注意什麼 林議員也是輕鬆說 沒有啦 我們只是喝咖啡 交換意見 但是說是喝咖啡聊天 實際上在政策討論 有那麼輕鬆嗎 據說這個維安的隨扶 他們弄了一整箱的便當 帶進去 可見大家在那個裡面 要耗上一整天 開會聽訊了 好 這個時候 我們也看到 其實小英似乎也已經意識到 現在剛剛打索 談的一些危機 危機一 什麼呢 好 在這裡看 他說 也讓我們的閣員 更熟悉總統政見的內容 我們看到行政院秘書長 陳美玲直接點出 這些行政團隊 根本不熟悉 總統的政見內容 第二點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他說 未經選戰席裡的行政首長 金雲政策 但是對民意的感受不足 這就是小英擔心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些行政的團隊 他們對這個所謂的地氣 離得太遠了 有很多的作為是違背民意 再來看第三點呢 就是立法缺乏 跟行政缺乏互信的問題 哇 這就很嚴重了 他說未來林權的內閣路 難走咯 如果說委員們都不支持 那麼蔡總統相當著急 蔡總統 這句話翻成白話文 意思就是現在的閣員 既不體察上意 又不體察民意 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嘛 當然就是這個閣員 他們的前提是 他們是小英 總統給予授權 那蔡英文 總統自己當時所設定的就是 政務官不必參加民進黨的中常會 而且政務官也可以不是民進黨的黨員 他當時的這個分野 其實是不希望黨的那種療氣 或是民進黨黨員的那種草根氣 甚至於民進黨的派系 裡面的這些利益糾結 影響這些閣員 那我對民進黨的不信賴是在於民進黨派系 在運作他們自己的利益的時候的殘忍跟無情 那他們互相的鬥爭 可是民進黨個別立委 他們尤其是區域立委 他們對這個選區上的那種選民的回應 跟區域立委跟區域立委之間的競爭 那個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何況現在有台南的這個市長的選舉 有高雄市長的選舉 有台北市長的選舉 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是這個民黨2018年的六都 都幾乎可以拿下的這個狀態 那民黨委員當然要有表現 那表現怎樣呢 那個決定已經引起社會上很大的爭議 到底這個決定有沒有必要 是不是公平 是不是合理 全國人民都在看 我相信社會也自有公平